所以也是一樣,請各位把Golf這一題 題目先稍微看一下 這個題目裡面的話 你就往下卷動 一直到108 108的話 這個106 107 108 OK這一題 基本上大概就是要做哪一些動作 包含就1到7 這些動作1到7 裡面的話包含就是說 你會不會在兩列當中 第一列跟第二列中間插入一列 那分別輸入這些東西 那範圍就是 那合併儲存格 你會不會合併三個儲存格 其他的話設定一些公式 還有就是說設定格式化條件 還有列的高度怎麼調整 OK 另外框線部分 內框線跟外框線的設定 那再來的話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這個題目打開來的話 這個是題目檔完全還沒有做完的樣子 裡面的話包含就是說 幾個欄位比較重要 像什麼年 哪一年的 那冠軍 冠軍是誰 然後18棟 打了多少桿 然後呢 36棟 54 74 不過這樣的一個資料看起來比較沒有張法 所以做完之後 看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完成檔 完成之後就長得像這樣 上面的話一定是綠色 然後你必須自行在這個第一列跟第二列中間插入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是要自行插入的 總共會有四個啦 所以其實你做完一個之後的話 其他用複製貼上 第二個是說 上面這個18棟 36棟 54 72 那原來是靠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的話 原來是放在這邊 那你希望把它擺在中間的話怎麼辦 這邊有個合併儲存格 所謂合併儲存格就是說 把三個儲存格變成一個儲存格 實際上就是這個啦 跨欄之中 所以我們要把它跨欄之中一下 那另外還有哪一些功能需要做出來呢 包含就是那個列的高度 比如說它的列的高度你有沒有辦法調整 再來就是說 這個Leader這裡下有一個 有這個箭頭 這個要把它做出來 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就可以看出 那個多跟少 可以做個比較圖表 最後的話還有這個圖表 這個是我們要把它全部做出來 所以 這個地方 原始檔這樣子 最後做出來 完成檔 類似長得像這樣子 那怎麼做 請各位先把那個 我們的題目檔稍微了解一下 1到7 全部做完之後 就是我們畫面上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把題目 打開來看一下 第一個它是什麼 在第1列跟第2列中間插入一列 然後並且 這邊有個位置 C2到12 F2到H2 等於是這幾個位置 要插入這三個